我们来看中国海警刚刚发布的消息 8月14号日贺丸号渔船 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 并警告驱离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违法活动 中国海警舰艇将继续依法在本国管辖海域 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活动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